大太鼓号召人注意要宣告好消息 台中是一个新的景点 今天完工启用 就是有关于我们太平蝙蝠洞的延伸步道 全线880公尺完成 开宗谜 太平的蝙蝠洞步道全通了 原本分成两期的 第一期是从白福桥开始 现在延伸部分第二期也完工 整个陈线环状路线 这次完成的这个步道呢 它不但经过我们这个所谓蝙蝠洞 这个地方最漂亮的景点 而且还有两座麻绳的吊墙 可以说是非常的特殊 蝙蝠洞步道在台中列属于休闲级步道 顾名思义 除了沿途有树林 有流水 有像猴子的动物可看之外 气负难度并不高 这条比较悠闲 比较好走 环境优美 想当然而也信大家来走走拍照 相对的也能促进地方经济 快过年完成加上又是在户外山林里 很适合合家走春行程 呼吸分多筋兼运动 只是要记得如果人一多防疫口罩一定要戴好 民意书赖正坤台中报道